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打开第一个视频 有个淘金信 这是什么 收纳盒 针钩 床帘 手机支架衣柜锁 不用锁 东西都是好人 人家打死我 文章也需要 点红叶和套装 需不需要准备一个密合器 如果我到时候挂到那一天 拎着一个密合器进去 面对那三个人 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特别深的当作 私下场 我是你大哥 我直接走进去 我当当 康当 如果没人我就搬东西 康当里面有人 我跟你们一个宿舍 你好 你叫什么 对对对 我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 就非常主动 可能到那个时候都不一定 但我觉得这次可以做 毕竟年纪百在这里 因为计划已经做完了 接下来呢 就是要实践了 时间了 我们去到徐慧的某家居用品店 去采购 我开车很稳的 不要紧张 前方 在红绿灯路口执行 走中间岔路上高架 就是什么意思啊 别动别动 我应该怎么办呢 找一个掉头的地方对不对 你前面又可以上高架了 不要担心 你看啊 人生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你以为自己遇到了 低谷吧 算是低谷 但其实人生是有很多出路的 就是你不会被这一 这一条路给光死 条条大路通过嘛 对不对 怎么会因为一个路口 就让自己丧失希望呢 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堂课 很烫 对吧 非常烫 嗯 怎么办 你抱一下 新手小技巧 开车过程中 如需临时停车 一定要打双闪 我不信他每次 给谁打方都讲新手 挑个你喜欢的位置吧 挑个极力的数字吧 有48 48 48 我们已经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某家具商场 那我们就准备进去采购 出发 出发 哇 太酣了 这样摄像了吧 每个颜色 每个颜色 这灰的我之前买过 我住北京的时候就用灰的 说明他不得我心 这个冰淇淋没吃完 我们今天的采购就到这里结束了 其实更多东西呢 也是要随着在住校期间 慢慢慢慢的就积累进来 大概目前框架就是这样 还有三天就要出发去北京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整理行李了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录取通知书 要带着去学校 沉浸式携带录取通知书 北京秋天平均多少度 好的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 参加节目去北京然后买的呀 蛤 清跳杀幸福 就是这个 OK 然后就是很重要的卡包 你们要放身份证呀 激动车驾驶证呀 还有什么我想想 嗯 嗯 那我们的通知书放在一起 这位真的结束了 收箱子 我希望 希望 在选择期间 好好提升严肌的主持 呃 以这些优秀的前辈为 这些优秀的优秀 的优秀 的优秀 呃 呃 微笑正光 这个叫什么叫 鸡头原领 鸡头原领 好 哈哈 好 出头 吧 小矿 来啦 就很快